这一位同修说他是一位在澳洲的居士 请问师父一个问题 他的姐妹送给他一尊佛像 而这尊佛像仅仅是佛的头像 他现在知道这是不如法的 所以他把这尊不完整的佛像 放在储藏室里 但是他感到不安 请问师父对这尊佛像 他应该怎样做才如法 最如法的做法 就是把佛塑一个身像 把这个头按上去 这是最如法的 看看他这一尊佛像是石雕的还是木雕的 如果是石雕的就雕一尊佛的身像 把这个配上去 木雕的那就更容易 这样供养最如法 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也感觉他不方便 最好送到寺院 请寺院帮助把这个佛的身像输出来 让寺院里面供养 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想到也很痛心 中国十多十苦 里面的佛像 菩萨像 头 手 都被人家偷跑了 当作艺术品 卖到外国去了 殊不知 殊不知这个罪业 是堕阿比地狱的罪业 它能卖几个钱 这叫处服身血 疲犯如来 念重罪 今天这个社会 天灾人祸这么多 不能说与这些事情没有关联 世间人为什么这么做呢 探这个小丽 没有人教导他 如果有人教他 知道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 我相信他决定不敢做这个事情 这要多多地跟大家说 感谢观看